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宇威五位歌手 以民歌主曲带现场观众回到民歌时代 也为民歌事实记者会开场 主办的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理事长李建復 在会中宣布2015年为民歌运动年 希望把民歌累积40年的文化资产保存下来 分享给台湾的民众 在事实再不做 50的时候就很难想象 我们中间会再凋零多少人 所以我们这次因为在10年前的电脑科技 也没有那么发达 现在的网络和电脑科技 都比10年前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把很多的照片 文稿 手稿 趁我们都还可以跑 可以动的时候 希望把它累积起来 所以我们这次做了很多数位化的动作 民歌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原住民歌手胡德夫 现场还有高雄市长陈菊以及徐锦淳合唱美丽岛 鼓励年轻人有民歌精神唱出自己的歌 这次民歌40的活动不只有66位歌手轮流演唱 还有在高雄博二艺术特区的展览 年中有民歌40的书出版 年底也有民歌纪录片的上映 让2015的台湾充满民歌气息 接着巴朗高雄市采访报道